国民女神宋云化今天出席公益路跑记者会 长期关注公益议题的她 希望能透过路跑活动响应公益 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样的路跑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是各个不同的社会主属来一起参与的 那我觉得比较需要帮忙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有跨出这个勇气然后一起参加这个路跑 我觉得是非常的勇敢的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也要一起跟他们支持跟我们 可是当天好像有事就是不能在路跑 没有当天是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会尽量的安排 然后也希望就是呼吁大家可以一起 真心的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另外被问及男友是否会一起参加路跑 宋云化也害羞表示 两人会一起训练体能 希望当天可以完成五公里的挑战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特别的也跟他讲说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有跟他一起训练一下体能 增加自己的体能力 他体能很好 我可能要问他一些就是跑步的一些 像是跑步这个活动我就会选择在夜跑 其实我觉得在晚上跑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我去操场跑的时候也会谈到很多的 现在路跑真的非常的盛神 很多朋友们也会一起 所以大家一起的感觉也蛮好的 那去操场跑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可以吗 蛤 没有我觉得跑步的时候就是大家好好的享受跑步的那个感受 对啊 我觉得边跑边玩那个太危险了啦 真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 Wall News 新闻网路跑也要注意安全哦 采访报导